国立屏东大学开办首届高阶经营管理硕士在职专班 强调是屏东市区第一个EMBA专班 交通便捷 生活机能方便 课程均安排在周末 提供有致于在职进修者最大的方便 以及最佳的学习环境 那这个专班的设置的目的 其实就是在于屏东大学在八年来已经准备好 跟屏东在地去做结合 那我在制校里面也提到说 屏东市就是屏大的市 那我们透过EMBA专班的设置 让我们在地的企业组 在地的这些在屏东经营很久的这些 在各行各业的一个专业经理人 可以不用再奔波到外县市去上这个课程 屏东大学表示 台湾的企业中有超过97%为中小企业 普遍面临经营环境快速变化 以及资源缺乏的不利局面 尤其面对产业国际化与后疫情时代的挑战 企业主必须具备相当的经营管理能力 才能使其产业创新转型与企业永续经营 平大EMBA专班结合各学系教学能量 授课教授阵容坚强 并聘请产业界大师担任讲座教授 提供丰沛学习资源 屏东大学的EMBA专班特别要跟在地的产业去做结合 去跟屏东在地做链接 那我也会特别邀请我们全国各界各行各业的精英们 包括我们曾经来我们这一演讲的谢金合 谢社长 那还有我们中心院的曹董事长 他们都会透过我们讲座的方式 来把我们从全世界到台湾到在地的落实 去做一连串的一个结合 那未来我们课程的规划也会更有弹性 屏东大学校长陈永森表示 EMBA专班每学分4410元 是全国国立大学EMBA收费最低 而且可以专业实务报告代替硕士论文 上下学起领规划登山或海调等课外活动 进一步认识屏东这块土地 那屏东大学为了要生根在地 那我们不是为了要赚钱 所以我们目前的学分会 可能也不到我们其他临近学校的一半 屏东大学EMBA专班 强调整合与沟通协调的能力 透过强化学生大数据分析与应用能力 结合智慧商务及ESG永续管理发展 来提升学生的管理职能 可直接应用于本身的工作 借此后职学生智慧科技应用能力 强化区域产业链结 协助在地产业发展 首届采精英班招生 名额只有15位 即日起至3月1日开放线上报名 有兴趣的民众可要把握时间 记者张如云刘建荣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